好 今天來聊聊我使用三星手機 也就是Android手機的一些 使用小技巧啦 算是一個使用小技巧的大集合啦 那今天影片跟我之前拍的那個 16個B裝的App 和B調整的設定有點不一樣 今天主要會是 使用方式上的小秘技 而且全部都是已經內建好 不需要再額外安裝第三方的App 而且全部免費 那主要就會是用法上的小技巧 那滿建議三星 現在我可以把上一次這部影片看完 和今天這部影片看完 這樣就可以掌握三星手機 像是B裝App有哪些啊 B調整設定有哪些 還有一些使用上的小技巧啊 那你們可以看看說 今天提及到的小技巧 是不是你都已經知道了 或者是你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區 補充一些我沒有講到的 使用小秘技 那希望大家看完今天影片之後呢 可以發出一些 手機更完整的功能啦 不過在開始之前呢 如果你是DTECL 我的頻道的話 我就要好放還放 我的頻道主要會有 最新科技的開箱上手 和使用過後的心得分享 用最真實的分享 幫你買到最適合自己的科技產品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那第一個要來介紹的 就是這個極暗模式啦 這個模式主要是 當你在晚上 躺在床上的時候 如果你在家裡用手機 然後都沒有開燈的情況下 你覺得手機螢幕還是太亮的話 你可以開啟這個模式 它可以讓你的手機螢幕的亮度 就是再更暗一些 然後這個模式呢 就是在下拉選項中 這邊就會有一個極暗 你點一下之後 你的螢幕亮度 就會瞬間再變暗一階 然後它就可以讓你在最暗的時候呢 更暗一點 你看這樣幾乎就看不到 但是你如果晚上是睡覺的時候呢 這樣其實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這個極暗模式 那增加的方法非常簡單 就點這個筆 然後在這個完整這邊點這個編輯 在下面就會看到這個極暗模式 那就可以把它新增上去 就會變得非常的方便使用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在晚上的時候滑手機 然後又比較不會傷眼睛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實用的小技巧 然後再來第二個小技巧 我想講就是這個手電筒的部分 然後這個手電筒 因為很多人常會使用 手機的閃光燈當手電筒使用 你常按住呢 你是可以調整它的亮度的 這邊可以選擇說它的亮度要多亮 然後多暗 你看像這樣調到最暗 你看旁邊這個光就沒有這麼明顯 但你調到最亮時呢 它就會變得比較亮 就可以根據你一般的使用 像是有時候 你覺得這地方不夠亮的話 你把它調到最亮 然後你這樣去做使用是還滿不錯的 所以這也是第二個小技巧 然後第三個要同場加音一個 就是稍微比較不一樣 就是這個Track GPT的 假設你有安裝Track GPT的話 你下拉時呢 是可以看到這個Track GPT的符號的 這東西非常的方便 因為你只要點一下 它就會直接把Track GPT叫出來 你就可以直接問它說 今天是幾月幾號 然後它就會直接聽完一段話 6月14號 你看它就回覆你 然後非常的簡單 那假設你不想用的話 會點一下上面 它就直接取消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方便的小技巧啊 不過這個就是要稍微下載 加Track GPT 但是我覺得非常的實用 一樣是在這個下拉旋轉中 可以快速的呼叫 那這就是第三個小技巧 然後再來第四個 是多工視窗的小技巧 你可以快速的把一個視窗 把它變成視窗化模式 就是從那個右上角往左下角拉 你看它就出現這個 像是視窗的大 這就在決定你的視窗要多大 那假設我放成這樣 它就會自動變成一個 小視窗模式 你可以這樣選擇它 所以你按往上滑時呢 它會要桌布 它這邊還是會有一個小小的圖樣 就是非常的方便 你點一下它就會再放大出來 你就可以做一些操作 或者是你暫時沒有要用到它的話 你就這樣讓它縮小 那要用到它的時候 再把它叫出來就好 那除了這個視窗化模式以外呢 你也可以選擇 就是讓它變成上下的視窗化模式 你可以上面是一個 然後下面是另外一個 像是假設我有選這個IG的話 你可以下面滑IG 然後上面是滑另外一個視窗 然後你也可以點選這個 去調整上下的比例 就會變得非常方便 上面可能是一些簡單的東西 然後下面就可以快速的 就滑你想看的東西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用的技巧 那這就是第四個 多工的視窗化模式 就分成視窗化 還有這個上下多工 然後再來下一個 是掃描QR Code的方式 有時候你只有一隻手機 但你又想掃描QR Code的話 要怎麼辦 例如你看到這張照片 然後你想要掃它這個胸口的QR Code 非常簡單 你就要按一下這個截圖 然後你把這張截圖打開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T的符號 你就要點一下 它就會分析這張照片裡的東西 然後就要點這裡 它就會詢問你說是不是要開啟連結 然後打開連結 就可以直接到這個QR Code的方式 你就不用再把照片傳給別人 然後掃它的手機 這樣就可以直接做一個快速的掃描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技巧 然後第六個技巧是 掃描檔案 這技巧其實滿好用的 特別是三星的手機是非常強大 基本上你只要有一張圖片在的話 你只要這樣 它只會出現這個T的時候呢 你只要點一下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箭頭是寫說往下 你知道按一下這個往下 它就會直接把你這個 像是文件的東西掃描起來 然後它就直接變成這樣 哇就基本上像是掃描檔案一樣 非常的驚人好用啦 我覺得它整個還原的比例非常好用 你只要在相機中呢 然後出現這個T的時候點一下 然後它上面其實會框好它的範圍 點完那個T之後 你知道看到這個下載 不知道要點一下 它就直接進入掃描檔 即使它有陰影或手手擋住 它都會自動幫你做消除 這就是一個掃描圖片 非常好用的一個小技巧 我滿常使用到它 你可以掃描菜單啊 給你的同事或者是掃描一些重要文件給客戶 它掃描的品質都會很像是 你直接用那個掃描機去掃描一樣 非常的好用 然後下一個小技巧是單手模式 這個就是我很常有時候滑手機的時候 會使用到的 就是這樣往下拉 它就直接形成三星的單手模式 我覺得三星的單手模式 真的是非常好用 假設你是上班族的話 或是你是通勤族的話 你在車上只要這樣拇指往下 還有這邊的超小螢幕 你就可以按到所有你想按的位置 單手就可以做到 那如何開啟你就可以去設定中 搜尋這個單手 單手模式 然後這邊就是 我有把它做一個開啟 那它有很多的方式可以做開啟 像它原本預設的是 手勢往下滑 這樣就開啟 那我自己是有再搭配其他的手勢軟體 像是One Hand Operation 這個One Hand Operation 所以我在側滑往下Hold住的時候 它還會開啟 那原本的系統預設是往下滑 然後就開啟就可以看個人做選擇 那這個單手模式 你甚至可以調整它的位置 或者是調整它的大小 你看長按住這個邊緣之後呢 你就可以做這個大小的調整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用 必學的三星小技巧 然後再來下一個 就是關於三星生態圈 然後假設你家是有三星電視的話 或者三星投影器的話 我覺得這個也是必學 所以你去Smart SIM 把你家電視加進來之後呢 你的手機 就可以變得像是遙控器般的存在 你可以在它關鍵的時候呢 直接把它打開 這樣我家外面電視線來看 就是開機的狀態 然後接著你按下這個Remote 它就基本上就是變成一個 像遙控器般的存在 你可以做上下左右啊 或者是音量調整 換頻道都可以做到 非常的好用 但是按下關閉 它外面就會直接關閉起來 我覺得必學的一個功能啊 假設你家是有其他的三星裝置的話 這功能真的十分推薦 然後接著就來到相機APP啦 相機APP 你可以雙擊這個電源鍵就可以打開 那接著我想教的就是關於這個快門按的 有時候你在照片時呢 如果你突然想要錄影 你就長按住這個快門按鍵 它就會瞬間切換成錄影的模式 你看它就直接開始錄影了 非常的方便 你就不用再切到錄影模式 然後按錄影 此外就是如果你按住往下拉的話 就會進入這個連拍模式 這樣可以快速的捕捉 像是小朋友活動會的照片啊 或者是人家球星 進球的那一秒 都可以非常快速的捕捉得到 那按住往下拉 除了這個連拍以外呢 你進到這個設定之中 然後按這個滑動快門按鍵1 你可以選擇你是要快速連拍 還是要建立一個簡單的GIF檔 就可以做個人化的設定 我覺得非常好用 然後下一個的話 我想介紹就是這個 側邊按鍵的設定選項 像我現在就是開啟這個電源鍵的功能 那這功能要怎麼開啟 你只要進設定之中呢 打這個側邊 側邊按鈕它就會跳出來 那可以選擇說 按兩下是開啟相機 然後長按是開啟電源關閉 或者是你想要使用Bixby也可以啦 如果有在使用Bixby的語音助理 也非常歡迎底下留言 我還滿好奇有多少人在使用 那你也可以選擇打開這個Samsung Wallet 或者是你想要開 任何其他的應用程式 這邊都可以做選擇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方式 那我自己習慣的設定就是 點兩下會開啟相機 然後長按是電源的關閉功能表 這是我最習慣的操作 然後下一個小技巧 就是關於這個Gboard的部分啦 首先Gboard 最簡單移動這個滑鼠游標的部分 就是你長按住這個空白鍵 就可以進行左右的滑動 你可以移到你想要移到的位置 然後Maybe進行刪除啊 像這樣可以刪除一個字 就不用在那邊用這個點的方式 點很久 然後再來第二個部分就是 你在中文的這個鍵盤時呢 你其實還是可以打英文耶 像是你看我如果這邊打Apple 它其實是會出現的 或是我打Samsung 它其實是都有出現Samsung 就是它在中文鍵盤 你直接硬打英文的話 它還是OK 這也是非常方便 有時候你中音交雜的時候 就不用再切換 然後此外如果你想快速打符號的話 你知道長按住這個123 你可以選擇像你講打加號啊 跨號 這都非常簡單 你就不用再切過去了 就不用這樣點一下 你直接長按住 就拉到你想要的符號 就可以了 就可以快速的打那個符號 然後接著最後一個是 如何快速刪除一句話 這個就只能限定於它Gboard的英文鍵盤 你只要長按住這個刪除的符號 然後往左一滑 它可以選擇你要刪除這個長度 就是假設你想要刪除這三個字 你就這樣滑 或是往左滑 你想要刪除整個好放 它其實是可以控制你的長度 然後只要這樣放開 它就直接刪除了 就是一個非常好用刪除字的一個 快速的方式 好然後接著我想介紹的是 三個可以省電的設定 假設你覺得你手機電力不夠時間 就可以使用這三個省電的設定 首先第一個是你到設定中呢 到這個顯示螢幕這裡 這邊呢它就分成淺色模式 和深色模式 那我滿推薦你可以直接開啟深色模式 這樣可以做到滿省電 maybe 20%的省電效果吧 我覺得這個是差異滿大 因為它現在都是使用OLED的面板 所以它暗色模式 它直接不顯色那個像素 所以就進而可以更省電一點 接著下一個可以省電的方法 就是你往下滑 可以看到這個有個Always On Display 這個的話你可以把它關閉 這樣其實也可以做到滿省電的效果 然後最後一個是打到這個 就是我們來調整它的效能設定檔 你在設定之中呢打這個效能 就打開這個效能設定檔 你可以選擇標準或低耗電 那我自己通常都是常駐低耗電啦 因為它這個機子在玩遊戲時呢 它也不會影響到你的遊戲體驗 然後但是它會讓平常的時候 讓處理器的效能稍微低一點 但其實大部分都是夠用的 根本就感覺不出差異 所以我還滿推薦 你就常駐這個低耗電模式 好然後最後一個小技巧是這個 Always On Display 讓它跟著你的天氣有所變化 就是假設外面現在是下雨天的話 它就會跟著做下雨的情況 這個我其實之前有拍過一部Shoot 那部Shoot就是顯示說 它會增加變毛毛細語 我覺得算是滿有趣的 就是看自己的桌面螢幕 也知道外面的天氣如何 那這個開啟的方法就是進設定之中呢 然後往下滑 滑到這個進階功能 然後找到這個實驗室 然後這個有個照片情境桌布 它就會根據你的天氣來顯示你的圖片 然後這個你把它打開 它只要下雨時呢 你的桌布就會跟著下雨 下雪的話它也會跟著下雪 不過台灣現在是沒有下雪 我本來是知道下雪的狀況 但是下雨的時候 我確定是有了 就是一個滿有趣的小技巧啦 好啦差不多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滿好奇你都知道這些使用小技巧嗎 還是你有自己私房的 私藏的使用小秘技 也歡迎在留言區幫我補充一下 那最後如果你覺得今天影片 對你有點幫助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下訂閱按鈕 也記得把這部影片分享給你說的 使用三星手機 或Android手機的朋友們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啦 喬喬 拜拜 喬喬 erfolgreich 喬喬 奇趣聊天 喬喬 ächst在聲明 ая stamped 聲門戶 感谢观看